如果萬一遇到這麼不幸的事 當然要立刻報警 你要快點去報警 就是為了拿DNA 是否會有黃金時間? 大家猜猜黃金時間多久? DNA… 我們在這裡說的DNA 是否… 整個經濟… 我們不只是說經濟 如果只想經濟, 這樣太窄了 有些提示 總之黃金時間 當然是發生完的… 多久? 一、二、四小時 一、二、三、月, 幾個星期 我猜就二十四小時 因為始終我們比較熟悉精液 那是嗎? 精液… 不, 有些… 不一定是精液 我知道, 如果只從精液想 精液暴露出來在空氣之中 有時某些時間會乾 是嗎? 你不知道, 你未見過 多久會乾… 我也不知道多久會乾 但是… 不知道又不… 那些紙巾很硬 整張要等多久? 那些人回到朋友吃了實驗就行了 是嗎? 要做的, 因為我也很久沒見過這些東西 我自己… 其實我們經常說整個採證… 二十小時 我猜十二 我想答你應該越化越好 是… 你能夠快 但其實我們在說 很多時候的DNA 放的時間不會太久 因為有很多環境上影響 空氣、天氣、筆道 紫外缸 如果暴露在太陽之下的紫外缸 或其他環境污染 都會影響到DNA的採證 所以我們在說 希望盡可能在七十二小時之內 七十二… 但其實越化越好 黃金七十二 因為當一個受害人發生事 拘捕了警或遮捕協助之下 有很多事情是要做採證的 我們經常說 希望第一, 不要洗澡 但其實很困難 人們覺得自己很骯髒 對… 盡快去洗澡 把身上的所有訊息洗澡 洗澡 第二, 不要去洗澡 不要去小便 小便也不能去嗎 對, 因為又是充走DNA 雖然有人說DNA是在瓦牌內 其實一樣可以在外面 有很多訊息 是一個法醫科醫生做甚麼 去檢查甚麼 我們說的是頭髮 頭髮的意思是由頭髮開始 他們叫你不要梳頭 因為很多時候在掙扎期間 你的頭髮可能會有 襲擊者暴力的頭髮 DNA或身上的纖維 可能在頭髮中出現 很多時候口部會把受害人吻 可能有DNA 之後我們在此科法醫 很多時候會遇見 很多時候的襲擊人 襲擊受害人的胸部 用嘴巴咬他 有刺印 刺印上高 亦有口水、DNA、水包 三上高 很多時候可能會把對方的纖維 或是DNA或精液在三上高 受害人可能在陰毛上高 會有對方的陰毛 或是對方的DNA 好嗎 或是受害人指甲 他會反抗 很多時候可能是對方的衣服纖維 或是對方的頭髮 或是在手指甲上 所以要看好很多東西 要收集 你剛才提到衣服 如果真的有精液留在三樓 只要不洗 是否這個DNA也會找到 是 當然我們有些方法 是可以測試到三上有DNA 即是有氧化 很簡單的程序 對 即是在電視上 大家看到燈、照片 噴上去便會看到 然後再搭取DNA 洗了的話 洗了難多了 洗了就像是白水一樣 洗了就沒有了 如果不用了 是否要留多久都可以 還是又是72小時,還是怎樣 比較困難 現在現金科技 其實DNA比以前好很多 現在用的方法 繼續取得Mitochondria DNA 它有一個方法 敏感度高很多 可能很久的歷史的東西 都取得出來 但其實很講究儲存方法 如果儲存不好 可能幾個月後已經變壞了 你想想哪時候會認識 只要用紙袋放在乾燥的地方 然後放在這裡鎖 是很困難的 所以儘量盡快 ASAP